不像我们谁都不喜欢失望的感觉 我们也常常听到人说 他们觉得好像神叫他们失望了 为什么 因为神没有给他们一些祷告的应运 神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相反的 那如果换成是 我们今天我们叫神失望了 那怎么办呢 尤其是我们当中 我们已经认识上帝的话 我们听了很多的道 我们也读了圣经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祂要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 祂的旨意 祂的目的 祂的甚至祂的整个使命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正直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遵行神方面 好像叫神失望了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感触 我们有什么反思 就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明明看到 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但是我们明知道要传福音 但是我们后来临阵退缩 可能因为我们怕得罪人 可能我们有些人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把这个福音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明明有一个机会 我们没有传的时候 过后我们回想的时候 我们又充满了内疚感 我们又很后悔 我们又好像觉得 我们辜负了上帝的使命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到 有些人他们是明明需要关心的 他们现在有一些的问题 需要我们去安慰 需要我们去帮补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麻烦 我们自己已经很累了 自己已经很忙了 所以我们就不去管他们 但是后面我们又受到控告 或者是很普遍的 我们每次觉得 自己叫神失望 是在哪一方面 就是我们常常重复地犯一些罪 所以总是叫我们觉得很为难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有时候我们甚至 一边在跟神认罪 但是我们同时也一边在犯罪 有点矛盾对不对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一边在求神 赦免我们讨厌人的罪 但是我们一想到那个人的脸 我们又很生气 那个苦恨的那个心又来了 有时候我们一边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爱世界的那个罪 但是我们虽然是这样祷告 求神赦免我们爱世界 但是我们一祷告完了 我们马上头脑想的就是 我下面要怎么玩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怎么有吸引力的地方 我要去追求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人常常犯的毛病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很亏欠的事 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浪费光阴 所以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浪费光阴的罪 但是我们一祷告完这个 一求神赦免我们这个浪费光阴的罪 下面呢我们马上又打算 我要怎样玩手机 我要看哪一部电视剧 我要怎样去休息休闲 我要怎样享受自己的人生等等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但是很可惜的是 对我们很多信徒 却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基督徒也因为常常在这样的状态 你会发现 有些基督徒呢慢慢慢慢 就越来越不想来到神面前认罪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反正我认罪了 我最后还是重蹈覆辙 那我认罪有什么意思 上帝也不会被我骗 上帝也不会饶恕我 甚至有些基督徒他硬着头皮 他还是认罪了 但是他的认罪也是没有能力的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也觉得 他的认罪好像很假 一边在认罪 但是一边又打算要犯罪 一边要认罪 但是又很喜欢那个罪 明明是放不了 所以这样的信徒呢 你就会发现 他们很难站在上帝面前 他们每次站在神面前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不配的 甚至也不配传福音 因为会觉得 我自己都没有遵行上帝 我自己都没有顺服上帝 哪里还有脸来传这个圣洁的福音 所以因为这样 好些基督徒呢 他们就处在一种 好像很无奈的状态 就是自己一直重复地 在犯罪当中 没有能力 然后呢 他们心中也明白 他们的普通常识 也会让他们知道 我一直在犯罪 我怎么还可以奢求上帝 祝福我 我怎么还可以奢望上帝 给我祷告的应运 听我的祷告 所以这样的信徒呢 他就越来越绝望 他一边放不了这个罪 但是一边又觉得 哎呀 上帝肯定是放弃我了 上帝肯定是不爱我了 所以他们是非常痛苦的 这样的信徒呢 他们一方面不能否认主 因为他们知道神是真实的 他们也知道天堂地狱 他们一方面 他们不能否认耶稣 但是却也享受不到耶稣 所以他们很辛苦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们也自己觉得 他们不配被神饶恕 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 会不会自己很正直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感觉 哎呀 神我真的不配 蒙你饶恕 因为你饶恕了我之后 我下面又践踏 你那个饶恕的恩典 我好不容易认罪了 然后神也赦免了 但是下面我们 又很容易地 进到同样的罪 但是人的问题就是 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不配得饶恕 但事实是 我们绝对真实地 需要神的饶恕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饶恕 我们根本走不下去 我们根本没有继续 会有能力来行 神要我们行的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问 那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我们人要怎么办 一个罪人 要怎么能够站在 这个全然圣洁的神面前呢 所以我们先要明白一个 一个现实 就是我们人 在这个地上 我们还在我们的罪性 还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的时候 我们迟早必定 会叫神失望 那如果我们当中 有些人觉得 没有 我绝对不会叫神失望的 因为我已经受过管教 我已经读过圣经 我知道神要的是什么 所以如果当中 我们有些人觉得 我已经越来越成圣 我已经不会叫神失望了 可能这样的人 他还有一点骄傲 或者是他还有一点无知 他就可能像彼得这样 明明已经快要跌倒了 彼得那时候说 就算全部的使徒 离弃耶稣 但是主耶稣 我不会离弃你的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感觉 好像我是不会叫神失望的 我已经够懂事了 那很可能 我们很快就会跌倒了 所以事实是 我们常常身为一个罪人 我们常常会发现 我们自己知道神的水准 但是我们达不到 上帝很圣洁 很崇高的那个水准 所以我们虽然呢 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败 但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 怎么面对我们的失败 然后 然后什么 然后再爬起来 这才是重要的 因为谁不会失败 谁不会叫神失望过 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明白 一次的失败 一次的跌倒 不能断定那个结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失败过后的反应 才能够真正决定 我们是走到失败 还是走到得胜 所以有些人呢 他是一失败了 他一跌倒了 他一觉得自己叫神失望了 他就马上放弃了 他就会觉得 反正我已经很属肉了 我就继续属肉到底 但是其实呢 其实就算一个人 他曾经叫神失望过 像我们彼得 但是如果他懂得悔改 转向上帝 其实上帝还是会怜悯他的 上帝还是会叫他 再次站起来 甚至上帝可以把这个 曾经跌倒过的人 恢复到什么 比他跌倒之前 更蒙恩的状态 所以今天的信息呢 其实是要鼓励我们当中 如果有些在这个属灵的征战 在这个与神同行的道路当中 好像一直觉得自己很亏欠神 然后感到很忧伤的 这个信息是给这样的人 有些人是一直觉得自己亏欠神 但是不觉得怎样 亏欠就亏欠 反正神是有恩典的 但是今天神这个信息是要给 知道自己亏欠神 但是也因为这个东西很挣扎 很着急 然后也很忧伤的 神有话要跟我们说 所以今天我们用米加书第七章 我们来反思今天的主题 就是如果我们又失败了 我特别用U这个字 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成圣的道路当中 我们是起起落落的 有时候我们刚强一点点 我们乖一点点 我们顺服得了上帝 我们爱得了人 但是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又跌倒了 我们又自私了 所以当我们又在叫神失望 我们又在跌倒的时候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一起来先读这个 米加书第七章第二节 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光景 地上千层人灭尽 世间没有正直人 所以这里是讲到 以色列的那个国家 那个时候的状态 没有千层的人 没有正直的人 然后每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 都用网罗猎取弟兄 他们双手作恶 然后不但是平民百姓这样 严重到什么地步 有权有势在高位的 明明是应该秉公行义的 这些君王审判官 他们也糟糕了 所以君王什么 君王寻情面 审判官要贿赂 位分大的吐出恶意 都彼此连结行恶 然后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黎 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黎巴 所以最好的也不过如此 所以吉黎 荆棘黎巴是什么 就是会伤到人的 所以他们连最好的 所谓的比较好的人 也是会刺人的 也是会伤害人的 到这样的光景 所以他们的守望者 所以上帝有派一些可能先知 就告诉他们预言 所以你守望者说 降伐的日子已经来到 他们必扰乱不安 然后第五节 不但是社会这个样子 糟糕到连在家庭当中 原本应该相亲相爱的 原本应该我们能够有信任的 这个地方这里说 第五节 不要倚赖灵舍 不要信靠密友 要守住你的口 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 因为儿子藐视父亲 女儿抗拒母亲 媳妇抗拒婆婆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所以这里形容那个时候 那个状态 当然好像是讲人的罪 但是各位想 这个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的这个民族 所以他们是多么地得罪上帝犯罪 但是我们都知道 到这个时候 我们读过上帝 曾经怎样地恩待 以色列家 怎样给他们很多的拯救 很多的神迹 但是各位想想 他们领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 被神救了这么多次 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地得罪神 所以各位问 神会不会失望 当我们问神会不会失望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认为怎样 有些人是说 神绝对不会失望的 为什么 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 所以无所不知的上帝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人要做什么 怎么可能会吃惊 怎么可能会惊讶 当然这是真的 神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神是绝对 没有一个幻想 神没有一个假想 说我幻想 我所拣选的子民 他们是会乖乖听我的话的 我给他们多几个神迹 我多向他们写明我的真理 他们会听从我的 神没有一个虚假的假象 来想象人有多么完美 神没有被人骗 神知道我们会犯罪 但有些人说 神他是无所不能的 就算他知道人犯罪 就算他不喜欢人犯罪 因为这个无所不能的神 他有能力审判罪 他有能力甚至挽回 他要挽回的罪人 所以神不会失望 各位你们认为 这个神真的讲得很有道理 他是无所不能的 他也是无所不知的 这样的上帝 他有没有可能会失望 其实上帝不但是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 上帝是怎样的神 上帝是谁 上帝也是一位父亲 所以有一个牧师 他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 如果这个上帝 他从来不会因为人的犯罪 不听从他而失望 那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 所以我们当中 你真的做了父亲母亲 你真的做过父母的 你会知道这个意思 所以的确 当我们又在犯罪的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 上帝哪里管我 上帝是要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可以兴风作浪 他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哪里会因为我的一个软弱 叫他不开心 神是永远开心的 但是我们要明白 上帝看到我们犯罪跌倒 他失望 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你会犯罪 所以叫他失望 但是神他失望是因为 他看到我们犯罪 而他忧伤 一个为父的心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也读过 我们是可以叫圣灵担忧的 对不对 当我们按着肉体而活 当我们愚昧地 跟从世界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叫圣灵担忧的 我们在圣经也读到 主耶稣他也为 这个耶路撒冷哀哭 因为想到耶路撒冷的罪 也想到耶路撒冷有一天 会因为他的罪 所遭受的审判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就算我们早就知道 一件事情了 不代表我们就一定不会失望 所以各位想 如果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 如果你知道 你所暗恋的对象 不喜欢你了 你知道了 你就算知道了 你还是会有点失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当中 我们知道 比如说我们人有一天 会走到死亡 我们知道有一天 我们的父母会越来越老迈 有一天他们会离开我们 然后甚至我们知道 我们老迈 但是信主的父母 他们会回到天家 跟主耶稣在一起 但是我们在情感上 在肉体上 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因这个东西来忧伤 所以同样的 虽然神什么都知道 但是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 他也一定会失望 当然我们的那个不争气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罪 不会叫神减少神自己的荣耀 跟神的能力 但是神 他一定会因为我们的罪 然后也因为我们 因着这个罪 所会经过的一些管教 神看到这个 神会因为这个而忧伤 那有些人说 如果神 他会因为我们 罪所带来的那个刑罚 然后他为我们伤痛 那干脆神 不要管教我们好了 如果神 他会心痛我们管教过后 犯罪过后 会要经过一些 很无奈的一些痛苦 还有一些管教 那神 把他的管教收起来 不就好 但是这个就好像 我们做父母的一样 我们都知道管教 对我们的孩子是好的 但是你们哪一个父母 你们管教孩子的时候 不会心痛 但是你们虽然心痛 你们还是会管教 因为你们知道 不管教就完蛋了 所以上帝 他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一定会 好像心痛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杂事 为什么我们要让神 来管教我们 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 他也难过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想 如果我们的上帝 他是可以再多包容罪一点点 不要这么计较 如果我们的上帝 不要把罪看得这么严重 不要把罪看得这么大 不要把罪看得这么严谨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上帝稍微可以放松一下 就是给点情面 不要对罪抓得这么紧 但是各位 我们一定要明白 如果这个上帝 他是随便地放任罪 这个其实会削弱神的荣耀 这就好像 比如说一个老师 如果一个老师 他只有想 他的学生考试及格 但是他没有去在乎 这个学生 他真的会不会 比如说他如果是考车 这个学生真的会驾车吗 如果是考医学的 这个学生真的会医病吗 如果这个老师 他不管 他不管这个学生 最后会不会开车 会不会真的医病 会不会害死人 然后他只有想 这个学生可以及格了 我这个老师的责任就完了 这样其实这个老师 或许他的学生 会有点喜欢他 一下子 但是这样的老师 绝对不会得到人的尊敬 因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 也没有水准的一个老师 所以如果上帝 他是一种神 不是一种神 如果上帝是一个 他只有叫人得救的神 然后呢 人得救了就完事了 我只要很多人得救就好了 人的那个罪 我网开一面 我不要这么看得这样紧 只要人可以得救就好了 但是如果这个神呢 他只要人得救 但是他不管人得救过后呢 到底像不像样 到底像不像基督的形象 然后上帝也不干涉 就是他的子民 只要是得救了 我不管他像不像基督 我也不干涉 我也不管教 我也不经验 承圣他们 这样会变成什么 如果上帝是这样的神呢 就会使上帝的这个救赎 恩典变得很肤浅 变得很廉价 然后呢 神的荣耀 在这样的时候 就会被减少 所以的确 我们在这个教会 我们都很清楚被教导 我们得救 是真的跟我们的行为 没有关系的 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神在他的 所爱的子民身上 绝对不是 我们得救了就完事了 上帝呢 呼召我们 进到这个福音的恩典 他就是要 他要做什么 他就是呼召了我们 进到这个永生的恩典 过后呢 上帝要慢慢 从我们的身上 除掉什么 除掉叫他反感的那个罪 其实上帝爱我们 爱我们这个生命 但是我们生命 有一些东西 是叫他很反感的 就好像有时候 我们爱我们的丈夫 爱我们的孩子 但是他们生命 有一些东西 是我们很不喜欢的 对不对 所以上帝呢 他呼召我们 他下面要做的就是 要把常常阻挡 我们享受 我们跟神的关系的 那个罪 一个一个地除掉 这是神要做的 所以上帝呢 换句话说 他不但是要给我们 一个称义的身份 A righteous status 上帝呢 是一步一步 要把我们带到 真正 真正实实 然后真的是 没有亏欠的一个 公义的品性 A righteous character 上帝是要这样 上帝不是给我们 一个名堂而已 上帝要给我们实质的 所以上帝 他的心意是这样 所以当 所以当人 我们圣经 我们听 一个人得救 整个天使 整个天堂的天使 都欢呼 但是上帝 不只是停在那里 有时候我们 好像虽然得胜了 得救了 但是我们在 成圣的道路上 一直亏欠 那个righteous character 一直达不到 那个公义的 像基督的 那个品性的时候 神一定会 有失望的 所以上帝呢 我们刚才说 祂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难道 这个无所不知的上帝 难道祂不知道 我们如果一直 被罪捆绑 换句话说 我们一定是 因罪而受损 因罪而会吃亏 会被罪害死 所以如果上帝 是无所不知的 祂知道罪的 那个破坏力 然后祂放任 这个罪 在我们的身上 那其实你想想 其实神的 神不太良善 如果神放任 那个罪 在我们的生命 然后任由 那个罪 主宰我们 任由那个罪 来折磨我们 这样的上帝 其实不太良善 所以我们有时候 虽然是觉得 神好像有点严谨 但是神的严谨 背后 是因为 祂把我们带到 更高的喜乐 和蒙恩 所以上帝 绝对不会因为 我们是 因性称义的人了 所以祂就对我们的罪 不在乎 观一只眼 闭一只眼 开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神不会 神不可能对罪 不理不睬的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一点点罪 就会让神很厌恶了 所以神不可能 甚至在祂的 已经称义的儿女身上 神不可能对罪 indifferent 神不可能对罪 不理不睬 然后不痛不痒 所以上帝呢 在我们犯罪的时候 祂不但会失望 祂也因为爱我们 祂一定会施行管教 但是神的管教 是要挽回我们 每次我们 好像又跌倒 又犯罪 又远离神 又选择另外的时候 神一定会失望 为什么我所爱的孩子 为什么你会爱 另外一个东西 多过你爱我 然后神为什么会失望 神会失望 为什么我的孩子 我给你们很多的真理 很多次的机会 甚至很多次的警告 但是为什么你们 还傻傻地去犯罪 傻傻地去 好像听从另外一个说法 所以上帝的失望在这里 但是祂为父的心 因为祂要挽回我们 其实上帝 祂的失望 不是带来祂 好像什么都没有做 祂的失望是带来 祂不会放弃的 就算祂失望 我们又离开祂了 就算神失望 我们又违背祂了 祂的为父的心 叫他什么 永不放弃我们 所以因为祂不放弃我们 祂才要管教我们 有时候我们没有管教 我们不懂得回头 但是我们被管教了 我们还有机会 谦卑来到神面前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米加苏第七章七节 所以这里第七节 至于我 所以前面讲到他们的犯罪 然后呢 但是至于我 这个我是米加先知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运我 所以这个是带有盼望的 虽然前面讲到 很多的犯罪的事 也讲到很快要来到的 那个审判的事 但这里有一个转折点 但是因为认识神的人 他知道在怎样的软弱 跌倒 甚至犯罪当中 因为有神 所以有盼望 那第八节开始呢 其实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这个我 这有很多很多我 所以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 是好像这个 先知他在发言 但是第八节开始呢 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好像被形容成 一个人 一个人这样 他的发言 所以第八节这里说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这句话很重要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各位把这句话放在心中 因为我们就是神的耶路撒冷 我们就是神的子民 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我们会跌倒 但是神的恩典 会让我们再起来 所以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所以这里讲到 所以中间虽然没有讲到 他们被审判 但是各位会知道 前面我们读到 他们有多犯罪 但是这里呢 讲到神已经审判他们 所以他们跌倒 所以跌倒的过程当中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我要忍受 所以第九节讲了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所以神 他一定会审判犯罪的事 只等到他为我变区 为我伸冤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那时我的仇敌 就是曾对我说 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 他一看见这事 就被蒙羞愧 遮盖 就被羞愧遮盖 我必亲眼见他遭报 他必被践踏 如同街上的泥土 所以这里 这段经文就教导了我们 当一个人 特别是神的子民 信从上帝的人 当我们又失败了 我们又叫神失望了 我们该怎么反应 然后我们该怎样爬起来 所以很重要是 怎么爬起来 谁不知道我们会失败 但是怎么爬起来 所以首先很重要的是 当我们真的又在叫神失望了 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要先悔改 所以这里我们读到 耶路撒冷 他讲到了他对神的那个信任 好像他知道 我虽跌倒 但是我会起来的 他也对神有个信任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抓住是 耶路撒冷呢 这里我们读的时候 他是明白 他为什么会受苦 他是因为他的罪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第九节很重要 第九节说 我不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只有我们认识到 我的问题 是从我的罪来的时候 这样才会叫我们能够走向 悔改 然后远离罪的那个地步 当然我说这个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 他遇到的每一个苦难 都是来自他的罪 当然有些时候 有些罪是为了要成圣人 有些罪 不是 有些问题是为了要成圣人 有些问题是要彰显神的大能 所以不是我们身上 每一个的问题 都一定是来自罪 但是这里很清楚说到 耶路撒冷他遇到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的罪所造成的 所以刚才第八节我们读到 耶路撒冷说 我虽跌倒 所以这个跌倒 如果你们知道一点圣经的背景 这个跌倒就是指耶路撒冷 他在公元586 BC586的时候 他就被掳 他被巴比伦掳掠掠了 所以有些人可能读到这个历史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觉得 以色列呢 他们刚好遇到一个强敌 这个巴比伦的军力 这个国家太强盛了 所以把这个以色列掳掠了 但是以色列呢 他知道很清楚 他们的跌倒 以色列的跌倒不是偶然的 不是我突然间偶然 刚刚好遇到一个强国 他兴起了 所以就把以色列吃掉了 以色列不是 以色列知道 他的这个问题不是偶然发生的 这个以色列的问题 也不是因为以色列的上帝 无能不能保护好神的子民 有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解释要很清楚 有时候呢 我们以为我们是偶然遇到一个问题 或者说我们以为 哎呀 神为什么你的能力不够 为什么你没有保护我 遇到这个倒霉的事 但是真的有时候 你查验的时候 像以色列 他知道 起码在这件事上 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 以色列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罪 所以我们怎样 怎样 证断那个问题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以色列 没有发现 他的 他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罪 他一定会动脑筋 对不对 如果是因为我现在被掳 是因为我的仇敌太猛烈了 他一定就会去找更强的airline 找另外一个强国来跟他合作 一起对付这个巴比伦 但是他知道 不是 是因为神在当中施行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原来我们生命当中 比外在的 像巴比伦这种强国 更危险的那个仇敌是什么 其实就是罪 如果以色列没有犯罪 再强的巴比伦 也没有办法叫 这个耶路撒冷倾倒的 但是因为以色列犯罪 所以他们就被掳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自己生命当中 也要慎重地反思 不能轻视罪的影响力 通常一个人 通常一个人 他糊涂 他一时跌倒 不是因为他一次的糊涂 其实通常我们发现 人大大的跌倒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一次的糊涂而已 当然有时候是这样 一次糊涂 但是大多数是因为 人已经长年累月 已经在问题当中了 所以可能人已经在灵里面 有长久的一个问题 可能他已经很久 没有读经了 可能他已经很久 甚至有读经 有来教会 有祷告 但是已经跟神不能脸上了 觉得跟神很疏远 他的心已经远离神 很远很远了 但是他没有去处理这个东西 一直放任 然后明知道自己爱世界 但是没有跟这个东西挣扎 所以到有一天 真的就大大跌倒了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一定要找出 那个真正 我们需要悔改的那个地方 我们不要因为 通常人有时候悔改是什么 通常人有时候悔改 是因为有大件事情发生了 他们因为那一件事情 他们才悔改 比如说他们大吵架了 跟家人大吵架了 然后就因为这个东西 他们就懊悔几天 但是其实呢 我们真正要难过的 我们真正要忧伤的是 更大的问题 真正的失败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破裂的那个地方 我们已经远离神的那个地方 我们已经好像 不把神放在第一位的那个问题 其实我们要为这真正的问题 来感到忧伤 不要因为一时 有时候我们被管教的时候 我们一时得到一个打击 一时跟人家吵架 一时好像得不到升职 一时东西做不顺利 然后我们一时就很难过 然后因为那个东西难过 但是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真的有因为 我们跟神的关系 受到影响而忧伤吗 然后当我们发现 我们又在让神失望了 其实上帝我们的反应就是 不要担言 马上来到神面前悔改 求神的怜悯 我特别讲不要担言 为什么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内疚过 有没有好像觉得 叫神失望 然后很被控告 各位通常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当我们觉得 我们叫人失望 或者叫神失望 我们觉得自己做错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会 自然的反应就是 我们要躲起来 好像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可能得罪一个人 还是我们 还是我们做错什么事 我们很想逃避 不但逃避那个人的眼神 我们也很想逃避那个后果 但是所以我特别提出 不要担言 其实我们的心灵 有时候敏锐的时候 当圣灵感动我们 我们哪一方面叫神失望了 我们哪一方面亏欠神了 我们不要因为 没有脸来到神面前 然后我们就一直担言 我们越担言 我们越失去能力 我们越担言 我们越给撒旦那个空间 来继续地攻击我们 所以 其实我们要知道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神 你们知道什么是 怎样才是 失败加上失败吗 就是我们已经失败了 可能我们已经犯罪跌倒 我们已经失败了 但是在这个失败当中 我们还加上另外一个失败 就是我们没有在失败过后 第一时间来找神 其实神才是那个 真正能够帮助我们 叫我们起死回生的 叫我们反败回生的 就是神了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丢脸 因为我们的愧疚感 控告感 我们就失败加上失败 我们已经失败了 然后我们让自己一蹶不振 我们让自己 不来到神面前 吸取力量 失败是什么意思 失败就是 已经没有能力了 已经没有能力对付罪了 已经没有能力超越那个环境了 所以已经没有能力 我们需要支取能力 对不对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了 我们还不来到这个能力的源头 所以我们让自己失败 加上失败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马上 立刻来到神面前 你就会看到上帝呢 他会向我们施他的怜悯 他会重新指明那条路 我们要怎样站起来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第一个讲 我们要悔改 那我们怎么知道 一个人或者是我们 是真心的悔改 怎么知道 就是我们准备好 我们愿意承受神的管教 我们真的有一个悔改的心的时候 我们是准备好 不要逃避 那个犯罪 那个跌倒 那个叫神失望的那个后果 所以就像刚才经文 我们读到第九节那里说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为我得罪了他 所以这句话代表什么 代表以色列呢 他真知错了 所以他因为他知错呢 他不再找借口来辩护自己 所以我们 你怎么知道 我们几时会真正的知罪 真正的悔改 当我们还一直要找 很多很多的借口 我不是不爱人 那个人真的很可恶 我不是自私 但是当我们 还没有真正来到一个 全面的悔改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一直 为自己找借口 辩护自己 不然就是放小 我们的罪 trivalize 我们的罪 这个罪没什么的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不用什么太难过 不用什么太忧伤 但是呢 以色列 起码 当然他们有很多软弱 但是起码在这个经文 他们是正直的 他们是讨神喜悦的 他们已经发现 我在神面前没有借口 我也没有办法缩小我的罪 trivalize我的罪 所以他们只有来到神面前的反应是什么 神 你的审判是正直的 我所领受的这个管教 虽然不是滋味 但是 这个是我应当受的刑罚 所以他们 不会怪神 太严格 太苛刻 他们反而是谦卑领受 愿意领受这个 这个后果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的证据了 也是神所喜悦的那个反应 我不知道 有些人 他们在叫神失望之后 有些人他们不是真正的悔改 他们只是做一个悔改的样子 哭一下 跪在那边祷告几分钟 做一个悔改的样子 但是其实他们心里的动机 其实我不知道 我们人的心是很复杂的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 很深入的反思 才知道心里的动机 有些人他们样子上 嘴巴上 行动上 好像是在悔改 但是其实他们心里的动机是什么 我只是想不要让神惩罚我 我懂有些人他们悔改的 主要动机就是 我不要被罚 所以我做个样子 希望可以感动到上帝 他可以收回他的那个刑罚 当然 我不是说我们不想接受那个刑罚 是错的 当然我们是人的话 我们都希望 我们也认识神是慈爱的 是怜悯的 我们也偷偷会希望 上帝按照你的恩典 多么好 如果你可以收回你的管教 那个多么好 当然我们这样的希望没有错 但是有些人 他的那个整个悔改的 唯一的动机就是 我只要神 不要 不要 刑罚我 但是他从来没有 因为他的犯错而忧伤 他也没有真正看到 他错在哪里 所以 当然 我们都不喜欢被管教 对不对 而且严格来说 在永恒的角度 用永恒的观点来看 主耶稣 他一次死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过后呢 其实我们在永恒的角度 我们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信徒 基督徒 真基督徒是被定罪的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当时我们叫神失望 当我们犯罪 然后神管教我们的同时呢 这个才证明 我们跟神是有一个父子的关系的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这个 希伯来书十二章 那里说得很清楚 对不对 神管教我们 神管教你们 管教我们 带我们 带你们如同带儿子 所以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狮子 不是儿子了 所以这个是上帝在管教当中 给我们的安慰 我们被管教 是有神的爱和恩典在背后 而且神的管教呢 不是管教而已 不是出气 发泄神的不满而已 神的管教是会带来果子的 所以第十一节那里 我们刚才也读到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 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所以 这里我们看到 神不会无缘无故 管教我们 神的管教一定会 带来祂的价值 所以 但是这里也讲到一个事实 我们经过管教的人 我们都懂 凡被管教的时候 当时 都不会觉得快乐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 米加书第七章八节 我们也读到 当神的子民管教他们的时候 他们好像什么 他们好像坐在黑暗里 所以 他也形容 他们是坐在黑暗里 所以管教的滋味 好像在黑暗 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 然后很多的惧怕 好像很多的愁苦 但是呢 尽管这样的黑暗 神的子民的反应是什么 我也要忍受 我问各位 有时候你们在 经历神的管教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很奇怪的 但是蒙恩的反应就是 虽然这个管教不好受 但是我感谢神 让我经过这个 求神让我记住 这个不好受的感受 所以 以至以后 我不会 随便随便又再犯罪 所以这个是蒙恩的 有时候 我经历一些管教的时候 我知道那个管教有点痛 不是滋味 然后 很辛苦 但是我偷偷地感谢神 因为这个滋味太难受了 我真的求神把这个滋味 难受的滋味 印在我的心 叫我以后不要做傻事 不要再做愚昧的事 然后这个蛮管用的 就是有时候 你下面要做傻事的时候 这个东西又回来 我不要再回到那个黑暗 我不要再回到 那个难受的 那个挣扎里面 然后所以 我们如果没有这般 愿意接受管教的心 其实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悔改是真实的吗 我们如果真的悔改到真实的地步 我们多多少少会愿意接受 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管教 但是很奇妙 我之前不只是要讲到那个黑暗 这个整个米家书 我在读多一次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很奇妙的 那个对比 所以米家书七章八节下一句 说什么 他前面说 我要忍受神的管教 前面说我坐在黑暗 但是下一句 也是同样在第八节 说什么 但是在黑暗中 耶和华却坐我的光 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 会不会心里很温暖 这个父亲 他管教我们的时候 把我们放在 丢在一个黑暗里面 但是同样的父亲 又舍不得我们一个人 忍受那个黑暗 同样的父亲 在这个黑暗当中 他与我们同在 他做我们的光 好像神的管教 不会叫我们死的 神的管教当中有恩典的 神的苦难当中有出路的 神让我们经历的一些挣扎当中 有他的扶持的 我读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温馨 我不懂你们会 好像 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是经过 神的管教的人 我们都被打过 但是很奇妙 这个东西是 不懂怎样用人的嘴巴 描述出来 神的管教当中的时候 神的恩典没有离开 所以我们 每次想 当我们在黑暗当中 好像我们被管教 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 各位想 那时候撒旦 每次怎样跟我们说话 撒旦那时候 一定来跟我们说 你看 神把你放在黑暗当中 你看你活该 谁叫你得罪上帝 谁叫你叫神失望 谁叫你又跌倒犯罪 你活该 你看上帝现在 给你很多机会 上帝现在不要你了 他不爱你了 但是 每次我们听到这个 撒旦的话的时候 我觉得撒旦讲的 突然间我们觉得 撒旦的话很有道理 对啊 撒旦你讲的真的是对 上帝给我很多机会 我还一直浪费那个机会 现在我活该在黑暗里 但是我们不要被骗 因为圣经讲这个很奇妙的 神的作为 就是神 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华在当中 做我们的光 所以在黑暗当中 神在管教当中 神一直与我们同在 所以各位想 有没有 我们今天讲到 这个以色列的例子 所以有没有 以色列有没有被掳 的确有被掳 对不对 神说到做到 以色列真的被巴比伦 掳掠了 但是我们要问 在被掳的时候 神有没有跟以色列同在 有对不对 神跟但以理啊 先知啊 很多被掳的先知 一直发育员 一直兼顾神的子民 在被掳之地 神有没有照顾他的子民 有对不对 在黑暗的当中 神有没有做他们的光 神有 神做他们的光 有时候我们被打的时候 我们很忧愁 很绝望的时候 神有没有突然间 给我们一个希望 一个鼓励 有 然后神时间到的时候 神也把他的选民 一部分的 先开始一部分的 就让他们回到应许之地 重新建殿 所以有 在黑暗当中 神还是做我们的光 所以我们跌倒 我们让神失望的时候 我们不要这么快地气馁 因为就算神管教我们 神的光 依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即使我们叫神失望过后 我们要懊悔 刚才我前面讲懊悔 悔改 但是我们也可以坦然 在神面前坦然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懊悔 但是坦然 这个是信徒 一个儿女在神面前 应该有的心态 为什么我们懊悔 因为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 让神失望 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 辜负神的使命 辜负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懊悔 神啊 祢是这么多的恩典给我 这么多的机会给我 为什么我还是学不到 所以懊悔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坦然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信奉的这个上帝 是满有恩典的上帝 然后祂的恩典到什么地步啊 神的恩典大到什么地步 祂的恩典大到 虽然上帝很弃我们 很弃我们跟祂作对 叫祂失望 犯罪得罪祂 虽然上帝很弃我们这个东西 但是 不管上帝怎样的气 祂宁愿用自己的生命 换我们的生命 祂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保护我们 我不懂怎样形容这样一个 好像 我都不懂父母 可能最靠近的是父母的爱吧 就是 你很气这个人 他一直跟你作对 一直得罪你 但是呢 你气归气 你宁愿自己死 也不要他死 所以神的恩典是大到这个地步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今天是有 主耶稣的救恩的 那不管我们多么糟糕 不管我们时不时又在 叫神失望了 我们还是可以坦然 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求上帝用 主耶稣的宝血 洗净我们 重新接纳我们 所以很奇妙的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第九节 也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在米加书七章九节 那里上半句讲到什么 讲到神的恼怒 对不对 所以耶路撒冷说 我要忍受神的恼怒 但是也很奇妙的 下半句 同样的第九节 下半句 又说一个很奇妙的话 就是神又很生气 但是这个同样 生我们气的神 他又做什么 他又做一个奇妙的事情 他又为我们 辩屈 为我生冤 通常 你会去叫生你的气的人 跟你生冤吗 他没有打你 已经很好了 其实这个神 他生我们的气 他又同样的神 也是为我们生冤的 也是保护我们 这个东西很难 很难连接在一起 为什么有这样奇妙的事情 通常你看到 你知道一个人气你了 你快点跑掉就对了 怕他等一下对付你 但是呢 这个同样的神 他不但是为我们生冤 他也领我到光明中 我读这两 我刚才读那个第八节 读这个第九节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的那个慈爱 上帝的那个丰盛 上帝的那个恩典 是太奇妙了 我们太感恩 我们能够属于 这样一个奇妙的福音恩典 所以上帝 祂是一直向我们写明 我们就算让神失望了 神的恩典很奇妙的 神的恩典是不会耗尽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 神的恩典是不会耗尽的 我们人的爱会好像用完 我们甚至对神的服事的热心 很快也是会漏气的 好像我们太累了 我们就来上帝 我服事你太累了 但是神的恩典 不会耗尽 太奇妙了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因为神的恩典是不会耗尽的 所以我们纵使叫神失望很多次 我们每一次还是可以谦卑 再次来到神的诗恩宝座前 求神用祂的恩典光照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就是神的震怒跟神的恩典 真的可以融合在一起 这是太奇妙的 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完整的一幕 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十字架上 上帝不但是神的震怒 在十字架上 神一切的震怒 满盈的震怒 没有减少的震怒 全部放在主耶稣身上 因为主耶稣要代替所有的罪人 承受那个罪的刑罚 但是也同时 在十字架上 神彰显了祂最伟大的爱 祂怎样牺牲祂最宝贝的独一爱子 来为这些不争气 不领情 不稀罕祂的那些罪人 死掉 所以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最完美的融合 最完美的结合 神的震怒 跟神的恩典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每次叫神失望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 神的震怒 跟神的恩典一起来看 但是我们人通常 问题就是出在 我们人每次有错误的反应 我们人就是 问题就是 我们每次反应错 我们人通常是 想到神的震怒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就是怕到 觉得完蛋了完蛋了 我得罪神了 永无翻身之地了 我得罪神了 神永远不会祝福我的 所以你看我的问题 人生 一个接着一个问题而来 从来没有停止 有些人 他们被控告到这个程度 你看 就是我没得翻身 上帝让我经济有问题 家庭有问题 孩子有问题 健康有问题 好像永无翻身的日子 但是他们太误解神的震怒 其实神会生气 但是神在震怒当中 还是会施恩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太怕 因为误解了神的震怒 太怕到我们远离神 我们彻底的灰心 一蹶不振 所以那个是错误的 另外一个 有时候人想到 神的恩典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个错误 想到神丰盛的恩典 对哦 刚才你说神宁可死 宁可自己死 也不会让我们死 哇 所以他们就放纵 尽情地放纵 吃欲 反正神是恩典 所以我们人真的 很多时候 我们要警醒我们错误的 那个趋势 有些时候我们太放纵的时候 到一个地步 连我们犯罪的时候 都没有一点羞耻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 当然我们说 我们不要被控告 我们不要过度地被控告 但是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犯了罪 连一点点的羞耻 一点点的那个对神排邪 对神内疚 对神亏欠的心都没有 那个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太 好像只有看到神的恩典 但是忽略了神公义的震怒 但是我刚才讲 当我们真的又在跌倒 我们又在叫神失望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神有震怒 所以我们才不会放小那个罪 其实当我们放小那个罪 很危险 放小那个罪的意思 不但是让我们自己好过 当我们放小一个罪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 大多数会继续走那个罪的道路 对不对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罪没什么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的震怒 以致我们不会放小那个罪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以致我们好像一次跌倒了 我们就彻底绝望 害怕 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当我们又在叫神失望的时候 每次我们愿意悔改 神的怜悯 很快就会领到我们 所以我们读完今天的经文 在第十八节 所以这里 我们读到 神啊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失恩 这句话也记住啊 不永远怀怒 喜爱失恩 神宁可喜 神更喜欢失恩 胜过失审判 如果可以选择 当然 失越多恩越好 神何必要 何必要去审判人 但是人有时候是就是 好像自己制造的 就是自己的罪造成的 所以这里 诺第十九节 必再怜悯我们 所以在这个字很重要 神不是一次怜悯我们 机会用完了 没有了 神一次一次的 又会再怜悯我们 然后什么 下面形容的很美 将我们的罪孽 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 投于深海 哇 投于深海 找不到了 就是真的好像神 饶恕是饶恕得很彻底的 就丢在大海里面 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管了 不要再提了 然后二十节 你必按古时启示 应许我们列祖的话 向雅各发诚实 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所以这里 很漂亮地告诉我们 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圣经也形容 刚才我们的起因经文也读到 我们的上帝 祂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但是祂的恩典是一身之久 你们会数学的 神太好了 祂的怒气是转眼一下子 但是祂的恩典是一身之久 怎么跟这样蛮有恩典的神相比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 上帝管教祂的子民 但是我们知道 神的管教呢 神对你对我的管教 很感恩的是什么 这是暂时的 所以刚才我们读到 以色列跌倒 对不对 我说在BC586年的时候 他们被巴比伦掳去 但是是不是暂时的 很快的 也不是很快的 几十年过后 然后在BC538的时候 上帝让一群以色列人 回归耶路撒冷 重新开始建殿 所以暂时的 不是永远的 所以到今天 我们看到以色列 还是被神存留 所以的确 以色列经过了 他们虽然跌倒 像刚才我们读的 他们虽然跌倒 但又再起来 他们从黑暗当中 被神领到光明中 所以很重要的 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 在二十节 说到神施恩 其实刚才读二十节 我们读到那个经文说 上帝纪念他跟亚伯拉罕 跟雅各的应许 所立的约 所以圣经再次地提醒我们 神向我们施恩 不是因为我们配得 反而很多时候 我们是配不得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 一次又一次欺骗上帝 一次又一次地 好像浪费神给我们的恩典 浪费神给我们的机会 但是神 在刚才我们读的二十节 特别要强调 神向我们施恩 不是因为我们配得那个恩典 而是因为神自己的信实 他顾念他的应许 不但是以前他应许亚伯拉罕 要保护 要维持这个以色列民 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 跟我们信徒所立的新约 这个耶稣的宝血 所立的新约 神因为这个新约 神因为要对这个新约的信实 他也一定会继续向我们 他的子民施恩典 他也继续不会放弃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最后我要结束 就是我们读了这么多 当我们又在叫神失望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盼望 因为我们刚才下面读的 很多所有的讲到神的慈爱 讲到神的怜悯 讲到神的恩典 讲到神的应许 就是要让我们有盼望 因为像以色列人这样 他们虽跌倒 但是他们一定会再次爬起来 不但是爬起来而已 他们还能够胜过他们的仇敌 所以今天同样的 刚才我们读到 以色列第八节的时候 以色列是在跟他的仇敌说话 仇敌啊 你不要向我夸耀 你不要笑我 你不要幸灾乐祸 因为我虽然现在是很糟糕的样子 很穷途潦倒 但是我会爬起来的 同样今天各位 自己思想 我们自己叫神失望 我们跌倒的时候 我们的仇敌 是不是也来讲几句啊 加言加醋 落井下石 幸灾乐祸 所以撒旦一定会这样的 每次我们跌倒 每次我们失败 每次我们犯罪 每次我们又叫神失望的时候 撒旦就会来跟我们讲几句 你看 我就说你不行了 你看 上帝一定会把你放在黑暗当中了 所以 撒旦的控告啊 一定会叫我们很难受 很失去力量 然后也甚至瘫痪 没有办法前行 但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最后要学到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可以选择 不要让撒旦有最后的发言权 我们可以选择不要给 我们可以选择不要给撒旦欺骗 不要让他 为什么他 为什么要给他最后的发言权 为什么他说了就停在那边 full stop 其实我们可以fight back 我们可以反驳 我们的仇敌的 像这个以色列 在第八节那里说 你不要跟我夸耀 我怎样怎样 我会起来的 因为神与我同在 所以 我们要学到的东西是 当撒旦 在我们跌倒的时候 又抓到我们的把柄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 怎样反咬撒旦一口 我不知道你们学会反咬撒旦一口 我们很喜欢反咬人 人家刺我们 我们就跟他吵 我们很厉害反咬人 反咬撒旦这方面 好像不是太厉害 但是我特别喜欢 马丁路德在这方面 好像是一个专家 可是马丁路德呢 因为他每次讲 我们同时是艺人 同时是罪人 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跟撒旦顶嘴的 所以有一次呢 我就读到 马丁路德就讲一段话 我这里 这个不是他的话 因为他的话 写出来太深奥了 可能大家读了 所以我这个是 自己重新再 就是rephrase 所以马丁路德 他曾经说过 当撒旦 来跟我们说 你是该死的罪人 你应该被定罪 我们反而要用他 给我们的 他给我们的攻击 用他的那个攻击 来成为我们的武器 来反击撒旦 换句话说 用他的枪 来射他 所以 这个东西啊 所以 很有意思哦 因为当撒旦说 你是该死的 你是该被定罪的 他忘了 或者是他不想记得 原来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所有的罪人 还清我们的罪债 所以马丁路德 说一句话 很奇妙 他说 每一次撒旦提醒我们 我的罪 有多该死的时候 他也同时在提醒我们 神的恩典 神的爱 有何等的浩大 所以我们用他的枪 射回他 对啊 你说的没有错 我的罪真是该死的 我的罪真的是完蛋了 我的罪真的是 没有救了 但是 神太厉害了 神的宽恕的能力 神的恩典 太浩大了 神牺牲的爱的程度 太伟大了 所以 这个撒旦 越把我们的罪放大 他同时也在放大 神多么宽容 神的爱 多么的深厚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他自己的枪 打他自己 然后呢 所以 马丁路德就跟这个撒旦说 所以呢 当你说 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你并不是叫我惧怕 你乃是大大的 安慰了我 哇 这个叫撒旦受不了 好像他以为他赢了 哇 你真的是 很大 罪大恶极 你没有翻身了 你是不是要死定了 就算你可以去天堂 你这一生也是完蛋了 就是在这个地上 会很多愁苦 但是 我们把耶稣 搬出来的时候 哇 撒旦是 真的是 不要接受 也没有办法不接受 他真的是 咬牙切齿 他没有办法反驳 所以 谁说 我们不能 在跌倒的时候 站起来 反击我们的仇敌 一般上 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亏欠神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 没有脸 再站起来 我们就是萎缩 撒旦 你要攻击我 攻击啦 上帝 你要惩罚我 惩罚我啦 我们就是没有脸 不但没有脸 见上帝 也没有脸 好像直视我们的仇敌 然后跟他反驳 但是谁说 我们不能这样做 因为我们 不要忘记 我们虽然软弱 跌倒 但是我们有主耶稣 我们把主耶稣 搬出来的时候呢 撒旦真的没有办法 不认输 甚至 有时候我们 我们有时候 我们 人文人很奇怪 我们以为我们 几时可以跟撒旦 我们的仇敌 讲话比较大声 我们以为是 我们行为不错的时候 我们还蛮良善的时候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撒旦不怕 我们的行为 撒旦不怕 我们的善行 因为撒旦也知道 连我们最好的善行 也不够 所以撒旦 只有怕的是 主耶稣的宝血 主耶稣的救赎 我们把这个 搬出来的时候 撒旦无论说什么 他也输了 所以我们可以 跟控告我们的撒旦说 我很久以前 有时候有分享 当撒旦又在控告我们 我们可以跟撒旦说 撒旦没有错 你把我的罪 全部列出来的都对 但是最后 我给你一句话 So what 又怎样 撒旦你讲说 对我是一个 自私的人 我是贪心的人 我是骄傲的人 So what 因为主耶稣 又怎样 So what是又怎样 主耶稣已经 为这些全部的名单 你列出来 很对的那些罪 都是我身上的罪 但是So what 主耶稣已经把这些 跟他的十字架 一起钉上去了 但是我先讲 这个So what 只可以跟撒旦讲 我们只可以跟撒旦讲 又怎样 我们绝对绝对 不可以跟神讲 神 这个爱我的神 为我死的神 我一点点自私 So what 每个人都自私 我一点点懒惰 So what 我们不可以跟神这样讲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又怎样 只是用来反驳 我们的仇敌撒旦 因为叫他不能再控告我们 叫他不能再给我们 再有把柄来挟指我们 所以我们叫他闭嘴 甚至我们可以跟他说 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 就是有一天我们会起来 但是呢 你必见 你被 刚才那个耶路撒冷 跟他的仇敌说 你必被践踏 如同街上的泥土 第十节 所以我们甚至跟撒旦讲 你闭嘴 我很多很多的罪 So what 你最后是我得胜 我去天堂 你去地狱 但是我们 来到神面前 我们面对这个 全善 充满恩典 充满圣洁的神 我们不可以跟神说 哎呀神 我又叫你失望了 哎呀 又怎样呢 反正你是恩典的嘛 反正你为我死了嘛 反正你的十字架 是已经 还清所有的债 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 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反而应该是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我又在做傻事 我又在做愚昧的事 我又在践踏你的恩典 求神原谅我 然后求神救我 脱离这个罪的捆绑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罪这样有吸引力 让我们一直回去 但是求神 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 所以圣经给我们 一个很漂亮的应许 在约翰福音一章 刚才我们也读了 这个我们都可以背 对不对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悖论就是什么 当我们越觉得我们 叫神失望 我们越是要亲近神 因为什么 因为神才是唯一 那个可以给我们能力 不要再跌倒下去的上帝 这是同样很奇妙的 神有能力 叫我们不跌倒 但如果我们跌倒了 神也有能力 叫那个跌倒 不会彻底地毁掉我们 我特别喜欢这个 所以神他可以阻止我们 不跌倒 但如果我们还是硬着心 我们还是跌倒 神的能力能够叫那个跌倒 不会彻底毁了 信他的人 当然如果不信他的人 一定是灭亡了 但是信他的人是 神保守到底 所以今天我也不知道 我讲了这么多 可能有些信徒在你 你跟神的关系当中 你可能觉得好像 自己有时候亏欠神 叫神失望了 但今天神要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不要单言 愿意来到神面前悔改 然后甚至愿意接受 神给我们的那个管教 神他是可以甚至使一人 刚才我们前面 起印经文读 一人甚至七次跌倒 七次是什么 无数次的跌倒 但是还是能够起来 因为神的手会扶持我们 所以当我们面对 我们的失望的时候 我们要懊悔 但是我们在神面前 可以坦然 然后当撒旦又在 我们跌倒的时候 我们叫神失望的时候 他来幸灾乐祸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 反驳撒旦 因为神 他绝对 叫我们跌倒的时候 我们学到那功课之后 神会叫我们再次爬起来 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好 我们这时候 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 今天再次被 提醒 神你给我们的恩典 是何等的浩大 甚至当我们 叫你失望的时候 你不得不要管教 我们的时候 就连你把我们 放在黑暗的时候 你也在那里 做我们的光 甚至你 让我们忍受 你的恼怒 所带来的管教的时候 过后你也会 为我们伸冤 过后你也会 把我们领到 光明之处 求神你让我们心里 切切地记住 神你的恩典 也真实地敬畏神 不会因为你的恩典 而好像对你失去 应当有的敬畏和顺服 上帝我们 人是很多不够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叫你失望 但是求神 你让我们今天 我们得到一个确据 纵使我们叫你 失望多少次 我们还是可以 坦然来到你面前 然后求神 你给我们 恢复能力的时候 我们更是得到 那个动力 下面活得 更逃你喜悦 更蒙恩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